OK,那再來的話呢,特別是喔,我剛剛提到齁 就是我們抓取剛剛的資料失敗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齁,它實際上看到的是 表面上看到的是70,9月17號 但實際上它裡面是放了一個數字 實際上齁,所以喔,表面上跟實際上不一樣 這個也是以Sale最大的麻煩 所以以後如果你可以把表面跟實際上都完全可以掌握的話 那以後這些問題應該就不復存在了 對齁,所以我發現其實很多人問的 因為這些問題都太多了,每次問的都是同樣的問題 所以我乾脆就是直接在針對這部分做說明 那怎麼解決?OK,所以待會的話 其實可以有一個固定的SOP 大概就幾個部分,像我的習慣 我大概都有固定的做法 你先把它取消一下好了 取消,把它delete掉,重來齁 我的習慣1 因為待會呢,會需要把表面上看到的 要真的變成我要的 比如說現在看到的是70,9月17號 我希望把它變成真的 那怎麼樣把它變真的? 就是藉由剛剛講的test函數 那test函數需要有兩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是要一個formate test 可是formate test在哪裡呢? 其實formate test在第一步 請你把游標先放在這個C4儲存的按右鍵 然後儲存一個國式 二的話呢,請你點擊自訂的部分 請你把自訂這個 自訂右邊這邊有一個公式 你就直接把它複製 會 step 1 就是把它背後的這個格式公式 把它複製起來 那為什麼要複製? 因為待會要貼到test裡面的formate test 就OK了 反正就把這個貼到formate test 那只要把它貼到formate test 它就真的轉成我們要看到 我們看到的那個樣子 OK 所以一把這個複製 OK 然後取消 二 再插入那個 就是test函數 最近使用過 OK test 然後呢 直接把剛剛的formate test 剛剛就是formate test 直接先加兩個雙以後 移到中間 把它貼上 所以step 2 就是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那剛剛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 就是 做完之後呢 是七元面 後來發現 第一個 如果你的版本有複製 有複製的東西 OK 那第二個可能就是 因為齁 我在講義上面 的那個公式齁 我看來我這邊是什麼 我的是emd 你這邊也是 但有些同學的上面的formate test 這個公式齁 好像會因為不同版本 而會有不同的公式齁 OK 所以特別注意齁 像剛剛同學 我的改 發現就OK 沒問題 主要是因為你的電腦 跟我的電腦版本不一樣 還是會一點點的不一樣 所以你要先重新複製 重新貼 就不會錯了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齁 然後再來的話呢齁 在上面把value給他 value給什麼 給生日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齁 他就會自動 你知道 經過 他的這個原來的黏 然後經過一個formate test 這個formate test 就自動幫我轉換成什麼 真正的一個文字了 有沒有 這個文字就是我要的 OK了 所以有時候啦 你在使用函數的時候 也要看一下右邊 你不要急著按確定 所以我覺得在以色列裡面齁 那個右邊這個訊息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只要看到的是 你要的結果 那理論上應該就不會出錯了 OK 你不要急救張 有的時候反而急救張齁 反而出錯不知道為什麼 OK 然後其實有時候 稍微看一下 你就知道為什麼 按確定 好第一步 他回來的話 就會是我們要的那個文字 那當然你會發現 老師那現在看到跟左邊是一樣的啊 看到是一樣的 但實際上一樣嘛 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 左邊的是一個數字 右邊是一個文字 但是你這樣看齁 是不是呢 看不出來 對 可是呢 實際上我們要做 那再來的話就切割前兩個字 所以一樣在這個公式的前面齁 也許你在幾個方法 要不就直接打 在哪裡打 在等號後面齁 打一個let l eft 前括弧 然後呢 把這個文字切 逗點一下 後面的話呢 就是要取幾個字 let 從左邊算過來 取兩個字 逗點2 然後 括弧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你把它打個勾 七尺就出來了 ok 那或者是說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公式減下 再放在laps 其實也可以啦 反正這個做法蠻多的齁 那 得到的結果就會是符合我們要的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子 我們的年次呢 就大功到神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可能還要再注意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呢 在插入函數 laps 我把它直接laps 因為laps是文字類的函數 所以呢 只要是文字類的函數 所取得的資料 它也會是一個文字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哦 它取得的是七十哦 那你會發現它取得是什麼 七十哦 有沒有 前括有沒有 雙以後 那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七十的文字哦 它不是一個七十的數字哦 ok 看得出來吧 前後雙以後 那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也說如果你將來 假如說呢 你要做群組 比如說你要 五十年次到五十九年次 這個範圍幫我做群組的話 那你必須要給它數字 因為如果不是數字的話 它沒辦法辨識說 它這個區間的資料哦 所以特別注意哦 你還有需要做最後一件事 就是要把它轉換成數字 ok 我試一下 其實如果你沒有轉 假設我現在已經有了 但問題哦 它裡面是文字 如果我現在假設 是插入那個書納分析表的話 我第一個哦 插入分析表 ok 那第一個當然範圍不ok 因為範圍它好像會選到上面兩列 這兩列可能要把它避開 那我們可以選什麼 選那個A3 記得哦 整個向下選取的話 我不建議你用那個滑鼠拖拉 我是建議你可以 游標先放在A3 然後呢 按那個快速鍵 叫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按確立 這個時候選取啊 請建議啊 還是一定要計那個快速鍵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範圍太大了 像這個假設幾萬筆的話 假設你用滑鼠選的話 那它選非常非常久 如果你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的話 一下就全部選完了 好 那再來我們可以把年次 放在列標籤 列標籤為主 ok 你會把年次出來了 那幫我算一下裡面 這個什麼呢 年次 不同年次的人 有幾個人的話 那你可以再拖拉 把年次再拖拉到桌裡面 那你會發現 都幫你算完了 58年次一個 59年次一個 60年次一個 61年次一個 有沒有 每個年次 都幫你算完幾個 但問題啊 我最後是希望什麼 不要一個年次一個 我希望50到59 就變一個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需要用群組 那群組怎麼做 特別就是群組的話 你直接把 游標 放在 A欄的 A欄的 A5的地方 按右鍵 右鍵的時候 你會把這個群組 OK 群組的話呢 意思說我要把 50到59 60到69 70到79 假設 三個 年齡 的年次部分 把它做群組的話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現在做的話 欸 他這邊會出現什麼 選舉範圍無法群組 有沒有 這個也是蠻常見的 因為同學說 為什麼明明我要做群組 就是不能做 所以待會應該會有同學 會發生這個問題 原因很簡單 就我剛剛講的 他的資料 是文字 那文字沒辦法群組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 這個群組的話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你給他的資料 是不是 一個數字 OK 如果不是數字的話 那很抱歉 他沒有辦法 幫你做群組 OK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因為很多同學 常常遇到 鬼島牆了 一直沒辦法群組 那另外的話 那我們用什麼方式 可以得知一些 這個蛛絲馬跡 一看就知道自己做錯了 其實各位可以從幾個地方 去觀察 就像這個上面 就已經知道錯 錯在哪裡 一看就知道了 為什麼呢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觀察到 有一個地方 請你看一下A欄 書紐分析表的A欄 A欄的年次也沒有看到 年次喔 這個數字有沒有發現 它的對齊方式是靠左 還靠右 所以喔 這個也是個蛛絲馬跡喔 以後喔 如果你看到 假如說 這個資料是靠左對齊喔 而且它是個數字的話 那表示它不是這個數字型態喔 它是個文字型態 因為只有文字才靠左 如果是數字的話呢 一定是靠右喔 OK 所以有時候一看 你這錯了啦 你的型態是文字啦 有沒有 為什麼我知道 對齊方式嘛 所以以後 如果你看到那個對齊方式 假如說 它對齊是靠左的話 那小心 它是文字 它絕對 不是數字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細節吧 有沒有 OK那怎麼辦 那所以喔 我們就要再做一件事情 把什麼 把 這個 文字轉換成數字 OK 把這個先刪除好了 這個 這個工作表把它刪掉 我們重來喔 OK喔 然後再來一次喔 那可是問題喔 我要如何把 目前的 這一個 這個文字轉換成數字喔 那其實呢 你當然可以在旁邊練習一下 插入那個 我把這個喔 插入一個 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呢 它是在文字類 那我是建議啦 以後喔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不妨喔 多去看一下這上面的那個 這個相關底下 它會跟你講說 每一個每個函數喔 它到底有什麼作用 那剛開始也許 不太知道是什麼作用啦 你大概先記一下 比如說ASC是什麼 全型轉半型嘛 然後呢 半型轉全型就是big big5吧 等等的 那其中的話 有一個函數就是什麼 將文字資料轉換為數字資料 的一個函數 不知道各位沒用過喔 不過它剛好它的位置在哪裡呢 它剛好位置在最下面一個 在什麼 Value 有沒有看到 那Value的話呢 就會底下跟你講嘛 將文字資料有沒有 轉換成數字資料 OK 那剛好跟TEST顛倒 TEST是 將數字資料 轉換為文字資料 OK 所以喔 你看轉來轉去 那有些地方沒辦法 因為這個是 以色列裡面 它很重要的一些規則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規則的話 我說真的 很容易就犯錯了 那錯你也看不出來 像剛剛我一直強調 對齊方式 應該很少人會注意這些細節啦 但有時候我一看 喔 你錯了啦 就是你把那個形態轉換一下不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問你就解決了 但有些人就看不出來 OK 那當然你就一直出錯了嘛 OK喔 好 所以Value要怎麼加呢 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在那個公式的外面 包一個Value就可以了 如果我現在把這個Value 指向哪裡 指向這個70 那你會發現喔 上面是70的文字 下面就變70的數字了 轉成功了 Value 所以喔 怎麼加啦 我們其實很簡單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乾脆直接在等號後面再加一個V 它就跳出來 Value就跳出來 你就把它點兩下算了 點兩下 前刮壺自動幫你加 你再補一個後刮壺就好了 後刮壺 好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啦 OK 把它打個勾 如果你不確定喔 這個OValue 你可以把優標再放在Value 這個 函數上方 再按一下插入函數 它也會自動幫你跳出 剛剛那個視窗 它會把70 的文字 告訴你 變成70的數字 顯示出來 所以如果你看到 欸 這樣沒問題的話 那 你就可以做下一個步驟 也不會出錯了 好 按確立 好 不過呢 你會發現 欸 奇怪了 做錯了 欸 怎麼會出來的 會是 1900的3月10號呢 各位不用擔心啦 因為它 Essal 太自動了 它以為呢 你放的是一個日期 它以為啦 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可以再把格式怎麼樣 按右鍵 出生的格式 把它改什麼 改通用格式就好了 OK 或者你把它改數字 也可以啦 改通用按確立 好 它就改回來了 不過呢 這個時候看到的 雖然也是70 但這個時候的70 就跟剛剛的70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剛剛的70 是70的文字 它把這個地方呢 轉換成70的數字 這個中間用value OK 特別趣喔 那個 如果沒有這個觀念 說真的以後你要處理資料 就會大問 大災難了 說真的 很多人我覺得 常常問的問題 都是對於這些 資料的處理上面 沒有正確的觀念 而造成了錯誤 所以喔 如果這些錯誤 假設你不發生的話 那應該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OK 大概是這樣而已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複雜的點 那你說 這需要學什麼嗎 不用啦 其實很多你本來就會的啦 如果你本來就不會的話 你只是說修正一些 你本來沒有的觀念的話 那其實很多事情 我覺得做起來 倒也沒那麼辛苦 那學esale 也沒有說一定要什麼 學那麼多東西啦 反正我覺得應該學 你應該要知道的一些觀念修正 就OK了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文字跟數字的型態 做個轉變 就OK了 另外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這個觀念正確的話 以後你再學程式的話 程式設計的話 也會更沒問題 因為程式設計裡面很多觀念 都跟這個是一樣的 只是說把 原來寫在上面的公式 像上面的公式寫成一行對不對 那未來程式的話 直接把它拆開來 把它寫成三行 四行五行都沒關係 所以其實觀念是 雷同的 只是說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會更複雜 因為你會發現 在公司裡面 比較麻煩的地方 只能寫一行 寫一行如果你寫很複雜的公司的話 那真的是太不人道了 而且喔 太複雜 而且很容易做錯 那你為什麼不能把它拆開來 拆開來其實文件 你就寫在程式裡面 就ok了 這個也許 如果將來字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延伸再去了解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有value了 那表示正確 它就會是一個數字資料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 如果要統計出 我們要的結果 什麼樣的結果 就是剛剛看到的這個 第16月這個數目分析 幾年級生 五到七年級生 會員資料的分析圖 那我可以怎麼做 可以把這個地方 把它 一 插入一個數目分析表 記得喔 選擇範圍一樣喔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ok 那當然呢 你可以用滑鼠選啦 但真的還是不建議啦 不然你會選不完的資料 一定要把這個快速鍵記下來 游標放A3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ok 好範圍ok了 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什麼 把年次放在列標籤 再把年次放在直裡面 ok 那請各位看一下 有什麼變化 跟剛剛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喔 你會發現喔 年次部分有沒有 這個地方呢 它的對齊方式有沒有 現在剛靠左對不對 馬上靠右有沒有 所以保 表示沒有錯啦 所以以後你可以自我檢查 如果你一看 為什麼我 那個年次居然是 靠左 表示就錯了 你就根本不要再往下做了嘛 ok 第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不一樣的地方 各位有沒有發現合計 欸 合計為什麼它是58 剛剛不是1嗎 剛剛不是2嗎 剛剛不是幾個嗎 對不對 欸 那為什麼它這個地方 合計變成一個數字呢 蛤 對 可是剛剛 剛剛 對 沒錯 所以喔 如果是放 剛剛如果是文字喔 它是 算幾個 它不會加重 對不對 但如果你現在是放的是數字的話 它就幫你做加重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這邊多個加重 剛剛應該是比數啦 所以你如果回頭看的話 你會慢慢比數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喔 如果你那個欄位 假如是數字 它就一定是加重 綠色的 那如果是你放的是非數字 它就是幫你算幾個 可是問題我們現在是要算幾個 不是算加重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把它改成算幾個 那怎麼改 特別是喔 請你在這個值的這個 有個箭頭有沒有 點題之後呢 把它點選那個所謂的值的欄位設定 OK 然後呢 把原來的加重喔 改成就是比數 來點一下 點一下 值的欄位設定 然後呢 把原來的那個 這個預設是加重 把它改成叫做項目個數 就是算幾個啦 你不是 我不是要這樣加重 我知道 你幫我算有幾個啦 幾年次的 剛剛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呢 它這個時候呢 就會是算幾個啦 你會發現 58一個 59一個 69 10個 所以會下面 然後這個區間最多 這個range 大概這個區間 好像會員最多 但問題喔 我們現在這樣看 也不清楚 所以最後要把它群組在一起 關鍵地方啦 像上次上次也是這樣 同學就是應該沒有轉 所以一做就錯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試一看 請你在 游標放A5上面好了 按右鍵 群組 剛剛會發生錯誤 現在會錯呢 點一下看看 可以了 有沒有 馬上OK了 所以喔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問題啦 如果你一直卡住 你一直做出100次 它還是卡住啦 它不會因為說 你做了什麼調整 它其實只要調整什麼 就是那個 把文字資料 變成數字資料 那就不會有問題了 大概這樣好不好 開始的地方就是 從50年次好了 我們就是50 然後到59 區間的話呢 10個嘛 10個 你看 間區嘛 50到59 60到69 70到79 好了喔 所以結束值的話 當然有79 我如果想要統計的是 5年級生 6年級生 7年級生好了 那我希望統計的是 5年級一個 然後6年級一個 7年級一個 那就是開始就50 結束就79 間區值就是10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自動幫我把什麼 不同年齡的 那個年級生的 資料就做出來了 那再來的話 那你就直接 再把這個資料 變成一個圖 那怎麼變圖 最重要 其實這邊也有樞紐分析圖 那你再再來就是直接 點選樞紐分析圖 點這邊 OK 然後呢就可以把它跳出來 然後呢選一個直挑圖 馬上就出現了 直挑圖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上面的標題改一下 這上面標題也學到什麼 我這邊上面是寫50到 這個5年 5到7年級會員的分析圖 OK 這邊的話可以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做出一個簡單的圖形出來了 OK 那當然呢 底下這個圖力要不要 那核心好像沒必要 那你剛剛把它delete掉 這個不要圖力 圖力拿掉 好 這樣就OK了 那其他的話呢 那當然呢 就可以 請各位試試看這個部分 不過 可能你做資料給老闆 老闆說 可是 你可以幫我把它 做成一個圓形圖算 因為 其實 這樣看 雖然數量看不出來 可是問題 比例上 總 佔整體的百分之多少的話 那 沒辦法看出來 所以老闆說 你可以幫我把它改成百分比 總 一百 那一個圓筆呢 大概 誰 各自 佔多少 有沒有辦法把它改成圓形圖 其實如果你要把它改圓形圖的話 其實可以再按右鍵 可以把它變更 圖表類型 然後呢 可以把它改成圓形圖 有沒有 圓形圖的話 不過圓形圖相對會比較複雜一些些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確定圓形圖 但圓形圖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 第一個 它這個什麼 圖上面都沒有任何的標籤 所以閱讀性很差 那什麼加標籤呢 很簡單 一般習慣是這樣 點選它之後的話 上面會有一個所謂的 我是2007的版本 那如果你們版本不一樣的話 你們可能要找一下 如果是2010以後的版本 可能找一下 我記得好像在什麼 上面有個設計 還什麼 它應該在左上角有個地方 那你找到有個叫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的話 你一般選擇終點外側 那你們找一下 如果你要讓它那個圓形圖 也能夠顯示出標籤的話 你可以選擇 所謂的資料標籤的終點外側 那我的這個版本是放在 版面配置裡面 但是如果你們版本比較新一點的話 你可以找到 應該在什麼 設計還是什麼 好像找一下這邊 這邊有一個 點一下好像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也叫資料標籤 自己再找一下 位置可能不一樣 那你就是再把這個地方 改成資料標籤的終點外側 OK 但是呢 第二個會出現問題是什麼 它雖然有資料標籤的 但問題那個標籤 出現的不盡如人意 有沒有 這怎麼辦 也許你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先說 待會再來看那個 如何把它再變成其他的 你們也許先做直條圖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要把它變成圓形圖的話 有哪些細節要注意